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凡乐问婆婆 妈 我送您的生日礼物怎么带在嫂子的脖子上了呢 婆婆说 是我送给她的 我带着不好看 你嫂子带上比较好看就给她了 李凡乐说 当初不是带您去现场选的吗 您高兴得不行 一直说满意满意 好看好看 这才多久 您就觉得不好看 不满意了 您要觉得不好看 可以还给我呀 这项链六千块钱 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为什么要转送给嫂子 婆婆说 你送给了我 就是我的东西 我想送给谁就送给谁 从那之后 婆婆的生日 李凡乐不再给她送礼物 就给个红包 钱给她了 她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李凡乐跟王轩带着女儿到婆婆家的时候 大伯哥一家三口已经到了 他们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吃西瓜 嫂子看到他们来了 从袋子里拿出一条裙子 招呼道 凡乐 来来来 你帮我看看 我特意给妈买的裙子好不好看 花了六百块钱呢 在商场买的 李凡乐还没有发表意见 九岁的侄子啃着一个苹果走过来说 妈妈买给奶奶的裙子肯定好看了 是吧 奶奶 不像婶婶 什么都没给你买 婆婆高兴地一把搂着侄子说 对对对 好好说得对 你妈妈 她呀是真孝顺 给奶奶买的裙子肯定好看 接着 婆婆话风一转 小李 我都买好菜了 你去厨房做饭吧 这个时间可以准备了 每次到婆婆家吃饭都是这样 她自己不动手 嫂子又一口咬定做饭不好吃 所以都是叫李凡乐做饭 他们高高兴兴在客厅里吹空调 看电视吃东西 而自己要在闷热的厨房里 整一大桌丰盛的菜出来 李凡乐有时候也有意见 以前她提出这个问题 觉得嫂子做饭不好吃 那可以打个下手 帮忙洗菜 切菜等等 可婆婆说 就洗个菜能有多难 为什么一定要麻烦你嫂子呢 你自己动手得了 嫂子摆弄着两只手说 看 这是我刚做好的指甲 漂亮吧 所以 我还真不能洗菜切菜 婆婆说 行了 小李 别聊了 你赶紧去做饭吧 磨磨蹭蹭地 耽误吃饭时间 说了等于没说 李凡乐再不高兴 该做饭还是得做饭 认命 好在不是每天回婆婆家吃饭 偶尔做一顿就做吧 刚把菠萝闷排骨装好碟子 侄子跑进厨房喊 婶婶 我闻到香味了 你拿个碗给我装菠萝跟排骨 我爱吃 李凡乐正在洗锅 他转头说 你拿个筷子加一块就行了 等一下上桌再吃 侄子大声囊囊道 不行 我现在就要吃 你给我装一碗 婆婆走进来搂着侄子说 好好宝贝 别急 奶奶拿个碗给你装 你吃多少都行 他拿了一个碗出来 装了满满的一碗给侄子 瞬间那叠菠萝 闷排骨只剩一半 还说 先吃着 不够再给你加 侄子捧着个碗 他洋洋得意 看着李凡乐 然后哼了一声出去了 婆婆语带不满地说 好好喜欢吃 你就给他装一碗呗 说那么多干什么 又不是吃不起 正在这时 女儿进来 她小声地说 妈妈 我饿了 也想吃菠萝跟排骨 婆婆说 等开饭再吃 饿了就去吃面包 桌上不是有很多吗 一边说 一边拉着孩子出去 李凡乐有些不高兴 侄子想吃 婆婆给他装了一碗 轮到女儿想吃 婆婆却说没开饭 饿了就吃面包 每次都是这样 搞这些双重标准 到了五点钟 婆婆进来看了看 还有两道菜没做好 她催李凡乐动作快点 然后把旁边做好的菜端出去摆 李凡乐做好最后一道菜端出去 他们在外面已经吃上了 女儿看到李凡乐出来 举着一个小鸡腿道 妈妈 我吃鸡腿 她温柔地说 嗯 慢慢吃 不要咽着了 吃了一会儿 侄子拿个碗 出来加了五个小鸡腿 到碗里 又加了一些其他的菜 咚咚咚地跑去房间里玩游戏 女儿吃完了一个小鸡腿 又用手拿了一个 吃完第二个 她又拿了碗里最后一个 平时不给女儿吃那么多肉 小孩子吃多肉不好 不容易消化 等女儿啃完最后一个鸡腿 李凡乐给她擦手 又加了几筷子蔬菜给她吃 听到咚咚咚的声音 侄子跑出去了 她看了一眼桌子 大声问 小鸡腿呢 小鸡腿去哪里了 李凡乐说 没了 最后一个妹妹给吃了 侄子马上哭嚎 呜呜呜 奶奶 奶奶 妹妹把我的小鸡腿 给吃完了 婆婆刚才正在吃饭的时候 手机响了 是姥姥打给她的 后来她就去了屋里 她听到侄子哭嚎 马上走出来 怎么了 怎么了 谁吃完你的小鸡腿了 侄子指着女儿说 是妹妹吃完了 妹妹把我的小鸡腿 给吃完了 婆婆不高兴地 看着女儿说 这小丫头 看到喜欢吃的 就猛地吃 像没吃过肉一样 一点家教都没有 女儿才五岁 就因为吃了三个小鸡腿 被婆婆没有家教 这让李凡乐 非常的不高兴 本来看在婆婆 过生日的份上 想说就当她放屁 忍忍就过去了 没想到嫂子听到婆婆骂孩子 没有家教的时候 就笑出声来 李凡乐再也忍不了 她说 妈 总共八个小鸡腿 明明只不过吃了三个 她怎么就没有家教了 您说这话实在是太过分了 婆婆扯着嗓子说 过分什么过分 我说她没家教 就是没有家教 像没吃过肉一样 一坐上桌 马上吃小鸡腿 一直吃小鸡腿 李凡乐说 呵呵 您真双标 我女儿只吃三个小鸡腿 就上纲上线 毫毫不止 吃了五个小鸡腿 没开饭前 她就吃了一大碗 波罗曼排骨 这您怎么不说呢 这时候 嫂子的脸色瞬间黑了 婆婆恼羞成怒说 正在说敏敏呢 你说 好好干什么 这小鸡腿 跟菠萝排骨 都是好好爱吃 我才买的 特意给她买的 她想吃多少 我都给买 李凡乐说 好好喜欢吃 您特意给她买的 所以 敏敏不能吃 我想问您一句 难道敏敏不是您的孙女吗 是不是我跟敏敏来您家吃饭 不管吃哪个菜 都要问您一声 可以不可以吃 才能下嘴 要这样 以后我们母女俩不来了 公公这时候 不再沉默了 她不高兴地说 今天是你婆婆生日 吵什么吵 跟长辈不分场合吵架 你真是没家教 怪不得敏敏小小年纪 就这样 王轩听到公公这样骂 她揍着眉头说 爸 您这什么意思啊 妈妈说 敏敏没家教 因为她过生日 我忍了 可您干嘛说 我老婆没家教 还说敏敏有样学样 公公看王轩 这样维护 李凡乐母女俩更加气了 大声吼道 我就说她没家教 怎么了 王轩站起来说 行 我们一家三口 都没有家教 不配跟你们一起吃饭 嫂子这时候 才假惺惺说 王轩 你吵什么呢 爸爸为了维护妈妈 说几句话 还不行了 你看你真是的 今天是妈的生日 那么重要的日子 你们还闹起来 有没有一点孝道啊 婆婆说 我如今说话都不管用了 别人听了不高兴就骂起来 哪里还会把我放在眼里 别说什么孝顺了 连一点尊重都没有 李凡乐说 妈 不是您说话不管用 要看您说的话 有没有理 没有理 您让我们怎么服从 要说孝顺 逢年过节 各种节日 我们都给您和爸爸过节费 今天您生日 我们准备了一千元红包 还在我的包包里 想着吃蛋糕的时候给的 平时有什么好吃的 也给您和爸爸送来 可就算这样 还是得不到你们一句好话 我们是大人了 也不在意这样 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 您平时怎么说我 或者说王轩都行 还有平时你宠好好 给他买了多少东西 要什么买什么 可从来没给明明 买过一样东西 连一根棒棒糖也没有 这些 我都可以不计较 因为很早 我就知道 你有多宠好好 有多偏心 但您今天因为好好 转头来骂我女儿 没有家教 我是忍无可忍的 我不可能让她受委屈 李凡乐是很早就知道 婆婆偏心侄子 第一次上门 见家长就知道了 大伯哥比王轩大两岁 结婚也比较早 他跟王轩结婚的时候 小侄子都三岁大了 那时候李凡乐刚新婚 有一次大家回婆婆家吃饭 正在吃饭的时候 侄子来到他的身边 以为这孩子要干什么 结果他突然两只 手摸他的裙子 侄子两手都是油 他之前用手拿菜吃 而李凡乐穿的裙子 是米色的 明晃晃地由印子在那里 用纸巾擦不掉 他说了侄子两句 好好 你手里有油 怎么能抹到人身上 不可以这样 知道吗 侄子跑去婆婆那里 婆婆拿纸巾给他擦手 安慰他没事 婆婆跟李凡乐说 好好还小 他懂什么呀 又不是故意的 你说他干什么 别吓坏我的乖孙子 要怪就怪你自己 穿什么米色的裙子 这颜色本来就不耐脏 李凡乐刚才说的语气都不重 他也知道侄子还小 不怪他什么 只是觉得 虽然侄子还小 但已经三岁了 做错事就该说他 让他潜意识里 知道这样做是错的 如果不说 他怎么知道 可婆婆这样搞得 好像他欺负好好一样 真是够你爱孩子的 李凡乐因为当时是新媳妇 婆婆这么说了 他就闭嘴 再者 人家嫂子作为孩子的妈妈 也不说一句话 自己更加不该说了 后面 婆婆还抱着好好说 奶奶的乖孙 不怕 不怕 在奶奶家 没人敢欺负你 侄子五岁那年的中秋节 大家在婆婆家吃饭 当时买了不少月饼 有大的小的 还有葡萄 雪梨跟柚子 吃完饭 大家坐在客厅 看电视聊家常 侄子这孩子偷偷地拿了一小块月饼 搭着凳子扔进那个大鱼缸里 他还嫌不够 又回来拿了一块月饼再一次扔进去 被公公给看到了 公公问侄子在干什么 他马上跳下凳子跑到婆婆怀里 证明这孩子知道自己做错事的 知道谁会维护他 那个鱼缸很大 是专门用来养鱼的 侄子扔月饼进去 水上浮了一层油 公公阴着脸 说这孩子太调皮了 婆婆说 好了 好好 又不是故意的 再说调皮不好吗 调皮的孩子聪明着呢 婆婆退休金有三千五百元 公共退休金有五千元 他们二老有钱 侄子上幼儿园的学费 是婆婆给的 换季的时候 侄子身上穿的 大部分是婆婆给买的 带去商场买 光是夏季的 就两三百一套 婆婆说 棉制的的衣服好 稀罕 侄子过生日 婆婆出钱请客 去餐厅吃饭 买各种生日礼物 等等这些 婆婆从来都没有 避着王轩跟李凡乐做 所以都知道 相反 婆婆从来没给女儿 买过什么 别说四季的衣服 连孩子的生日 也没有得到 她这个奶奶 一份小礼物 反正 她偏心偏得光明正大 李凡乐心里有时候 也有一些不适滋味 明明两个孩子 都是婆婆的孙 可女儿却没有感受到 她奶奶的爱 婆婆不疼女儿没事 反正女儿 还有姥姥姥爷疼 再说 自己跟王轩工资也不低 可以给孩子 很好的生活 这次 婆婆因为侄子 骂吃了三个 小鸡腿的女儿 没有家教 这种明晃晃的 蛮不讲理的偏心 李凡乐不忍了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她说完话 抱着女儿 交代王轩 把随身物品拿好 一家三口饭 都没有吃完 马上离开 连本来准备给婆婆的 那个生日红包都不给 不想给了 回家的路上 在车里 李凡乐跟王轩说 以后有什么家庭聚会 你回去就行 我跟敏敏就不去了 王轩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从小到大 爸爸妈妈偏爱哥哥 大家都结婚 有孩子了 爸妈又偏爱侄子 在他们的口里 跟哥哥嫂子 侄子是一家人 总说 我们到了自己这里 换做你们 其实 已经可以从这里 看出区别来了 因为还没有吃饱 李凡乐一家三口 后来去了一家面馆 点三碗牛肉面 还加了一叠牛肉 牛肉面的味道真香 吃得饱饱的 心情也好了 没关系 自己的女儿自己疼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